红文洞过世2 他曾经逼新光吴家发动金银权争夺战 新光金官方证实大股东哥子戏国宝阳丽花的先生红文洞传出昨日过世,享受80年不过就在红文洞辞世前一年,还曾一度愁挫发动新光金金银权争夺战,让新光金吴家出了一身冷汗。 新光金2888,去年起绩效开始大幅好转,但在此之前,2012-2016年的获利体制逐年往下,2014-2016年的Labs,每股税后存。 一连三名地狱一元,加上新光吴家内部的纷扰,令红文洞家族大感不满,于是先是在2016年时,趁吴家四兄弟瞧不定时,一起夺下新光金的主要控股公司新盛金银权,令吴家大感震惊。 红文洞辞下新盛的金银权后,紧接着就是2017年的新光金董监改选。 当时红文洞可使者控制的股权,已有实力挑战新光金董事长吴东靖的大位,也逼得吴东靖不得不做出让步,调整董事会成员,并加进力金图制改善新光金获利体制。 最后在新光金获利大幅改善下,红文洞才同意退一步,转载董监改选中支持新光吴家。 据了解,红文洞现在并不直接任新光金董事,但是担任新光人寿董事,其家组掌控的投资公司西盛投资目前握有新光金3.849股权,在新光金董事会派任法人代表魏洪是其红文洞而,另由红文洞担任董事长的王田茅房。 也握有新光金与1%股权,王田茅房虽未取得一席董事,但合计范红文洞家族持股新光金近5%股权。